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以藐视上帝的话语结果吞吃了儿女 祸害了儿女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我父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做有福的人 求我父使我们蒙拣选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在生活中种下善的果子 我父啊 求我父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为了人类的和平 求我父使我们每个人都做基督的仆人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在这时间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上帝的话语 以赛亚说六十四章八节 我们呼喊上帝为我们的父 我们的父 我们呼喊上帝为我们的父 大家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谁呢 有些人说是主 有些人说是耶和华 我们呼喊耶和华也是要通过主 我们呼喊主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了之后呢 进入到主里面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了 进入到主里面 这时候才能得到耶和华的帮助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有没有真心的感恩感谢过呢 在这时间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以赛亚说六十四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 现在你荣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姚将 我们都是你守的工作 阿们 当今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好多所谓有学问 有学识的人 讲一些很张狂的理论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都是癫狂疯了的 传道书九章三节 上帝的话语真的是真理啊 准确无误啊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问题 来到了主面前 求主的帮助 每个凌晨有上帝的审判 那今天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有些人会遇到交通事故 有些人会突然传染病 当今现在死亡的人数比曾经战争的死亡人数更要多呀 上帝的话语 密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而好多人始终不醒悟 不明白 不领悟 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 是为了得到生命 那现在有些人说 我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现在挺平安的 那么没什么问题的人 现在通过主的帮助 要变得越来越好 拥有晚年的祝福 我们一个人有祝福 我一个人成了幸福的人 这时候这个国家就幸福 平安和幸福 和平 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幸福 平安 好多人自己都没有尝试过蜜 没有吃过蜜 光说蜜是很甜的 这是不是就是在说谎呢 我们内心都不平安 我怎能说我是幸福的呢 在今天这凌晨时刻 是有上帝审判的 所以我们每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照着上帝的允许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帮助 得到上帝的保护 抵挡住一切灾难与救助 我们今天来到了主面前求帮助 而为什么好多人说 我怎么就没得到过帮助呢 谁帮助我们呢 希伯来说十三章六节 大家都很了解 是主帮助我们 那么主是谁 我们再来读遍以赛亚说六十四章八节 一二 耶和华 现在你荣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姚将 我们都是你守的工作 阿们 主是谁呢 主是我们的父 我们好多人呼喊 上帝我父啊 主啊 我父啊 主啊 而我们却不认识主 却是我的父 或者说不承认主是我的父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主是谁呢 主就是我们的父 只有父是帮助我们的 我来读一下 耶和华 主宰我们生死 生老病死 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的 赐福于我们 没收这个祝福 使我们生疾病 也医治这疾病 给我们钱财 也没收这钱财 能让我们去天国 又能让我们去地狱 能把魔鬼放进我的心里 又能把这个魔鬼赶出去 战争 这一切一切全是由耶和华来主宰 耶和华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主仍是我的父 主就是我们的父 主是我的父 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的父帮助我们 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父是谁的时候 就得不到帮助啊 就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 看着一个男的就喊爸爸 那这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我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是谁 否认自己的父亲 这都是不孝的呀 那么主是谁呢 今天告诉我们 主是我们的父 主创造了我 我们是你 主啊 我父 您是姚将 我们无论是谁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诗篇104篇24节 主啊 正是我们的父 主是用智慧创造了我们 所以当我们不认识智慧的时候 是得不到永生的 我们要认识智慧 靠着智慧使我们去天国 不认识智慧的时候 是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了 主是谁呢 主就是我们的父 主就是我们的父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西伯来书13章6节 唯独主是帮助我们的 只有我们的父是帮助我们的 在这时间我们来求主的帮助 当今有很多教会 有些教会呢 不让人喊主啊 主啊 甚至有些人又说 嘴上喊着主啊 主啊 却从来不悔改祖上罪 也不悔改自己的罪 不承认祖上的罪 也不承认自己的罪是怎能才遇见 不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和祖上的罪 怎能遇见主呢 否认了主就是异端呀 如果我们否认了我的父亲 就成了异端呀 否认自己父亲的 是不是很不孝的呢 在韩国很讲究 一个孩子尽不尽孝心 这一切全是出自圣经的教导啊 大家和我真的是非常蒙祝福的 诗篇46篇5节 在这凌晨时刻 是上帝帮助我们 当我们能呼喊上帝为我们的父的时候 因为主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否认了主的话 就成了异端了 希伯来书13章6节 我们来读一下 是谁帮助我们一二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阿们 主正是帮助我们的 谁都帮不了我们 只有主是帮助我们的 而这位主是谁呢 主是我们的父 主 你仍是我的父 只有父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儿子 我们要做主的儿子的 主是帮助我们的 好多人说 我能不能直接得到上帝的帮助呢 不可能的 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们一定要通过主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是不可能直接遇见上帝的 我们一定要通过主来得到上帝的帮助 通过主来遇见上帝 而主正是我们的父王 在这凌晨时刻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而且求上帝为我们抵挡一切的灾难与做主 我们祖上犯了很多错 我自己也犯了很多的错 因这些罪过 我们都会有灾难跟随着 真言13章21节 谁都不知道即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或许是交通事故 或许是各种各样的事故 我们的罪 再加上祖上的罪 积攒到一定程度了 就会面临死亡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民书记23章19节 而在这世上只有主是能帮我们的 好多人说 我自己能帮自己 如果自己能帮得了自己 怎么还会有那么倒霉的事情呢 如果自己能帮得了自己 政治家或者是说财阀 怎么还会遇到那么惨的事情呢 如果自己能帮得了自己 在这世上就没有死人了 都会活呀 我们自己谁都帮不了自己 为什么当今好多人追求宗教 去一些魔鬼的宗教 人编造的宗教 人本身就是那些属魔鬼的 生老病死都是由耶和华主宰 我们自己都不可能预知自己的生老病死啊 所以我们需要主 通过主来得到上帝的帮助 而这位主正是我们的父 主就是我们的父 主是帮助我们的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父帮助我们 我们怎样才能遇见我们的父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马太福音16章16节 马太福音16章16节 主就是基督啊 主就是基督 正是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洗罪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才能遇见我们的父 好多人说 我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帮助呢 好多人离开了基督 觉得也没什么事 甚至说 恶人现在好像也挺兴盛的 没什么太大的障碍 不足的扑认罪瓢牧师经常跟大家讲过比喻 我们看一个身体很健壮的男的 在寒冷的冬天 宰一头牛 宰一头猪 然后呢 屋子里坐着一个小孩和一个爷爷 就问 哎 爷爷爷 您看 我们怎么也不宰一头牛呢 人家爷爷就说 别着急 人家宰一头牛煮好了汤 是供我们吃的 恶人辛苦一辈子 积攒一辈子的钱财 这都是给艺人预备着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恶人的成功那不叫成功 都是为艺人所预备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在这世上不能虚度人生啊 我们要过为人的生活啊 这就是让我们遇见主 遇见我们父啊 我们的天父跟我们肉体的父亲是不同的 我们的父亲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藐视上帝的话语呢 藐视上帝话语的时候 首先自己的儿女就不孝 藐视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背叛基督 大家知道我们真切地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第一个现象就是儿女做孝子 儿女听话 有些信徒说我还没结婚呢 那么首先 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向主承认悔改我们祖上的罪过 与我自身的罪过 求主 向主告白主啊 正是因为我祖上所犯的罪过 我也成了不孝的孩子 不听父母的话 这样认识悔改吧 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愿能得到实现 我们要得到主的保护 我们要得到主的帮助 这时候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在这凌晨我们来得到主的帮助吧 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全获得实现 来领受主的帮助 上帝的帮助 好多人说 我的父亲怎么怎么样 甚至有些人很抱怨自己的父亲 我父亲爱喝酒 整天酗酒 或者说我父亲的爱好特别的多 我父亲是做什么的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所谓成功人士 海明威大家都很了解 海明威为什么自杀了呢 得勒诺贝尔奖怎么还会自杀呢 同时有一个统句 得诺贝尔得奖主的好多人 为什么都成了酒精中毒了 或者是自杀或者是吸毒 靠着世上的学问 是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 靠着世俗的一切满足不了内心呀 我们自己能把魔鬼赶出去吗 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做的 只有耶和华主宰这一切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得到主的帮助呢 不靠着主的帮助 我们能活吗 好多人说我不需要帮助 真的那么张狂吗 对于我们 在这世上不靠着主的帮助 我们是活不下去的 唯独靠着主的帮助 使我们有盼望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使我们领受祝福啊 背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一定是遭受很可怕的责罚呀 罗马书二章六节 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也是如实实现的 按照我们的行为 按照我们的想法 上帝如是一意返还给我们 唯独主是帮助我们的 怎样才能遇见主呢 马太妃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议案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阿们 主是我们的父 主是帮助我们的 只有我们的父是帮助我们的 怎样才能遇见主呢 主就是基督啊 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上帝的奥秘正是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这基督的奥秘正是使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密西米纪九章一到五节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承认悔改祖上所犯的罪 再承认悔改我自己所犯的罪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靠着四阶段悔改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求主的饶恕 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的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呀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是不是很容易就藐视上帝的话语了呢 当我们藐视上帝的话语 都会有传染病 去仇敌家 做仆人 我们国家 豊朝王室的时候 王室里面的人如此藐视上帝的话语 有福音传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呢 所谓优秀的秀才们 全抵挡了上帝的话语 杀害了宣教师 导致我们国家被日本人侵略了四十年之久啊 当时多惨呀 男的都被征战 女的身体都被糟蹋 这就是犯了困苦罪 藐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如此的凄惨呀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我们还不醒悟吗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要得到主的帮助 我们要得到我们父的帮助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这位信徒您不喊阿门 是属于基督外边 是遭受灾难咒诅的了 我们一起找一下 格林的后书一章二十节 面对上帝的话语 连阿门都没有 面对上帝的话语 都不想顺从 我们心是不是太碗梗了 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有些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 是不是先买单 然后再吃饭呢 当然了 有些地方也是后买单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先呼唤阿门 这时候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连阿门都不喊 心里很是顽梗 我们阿门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阿门 是我要承认主的话语 顺从主的话语 生活中我要顺从主的话语 向主呼唤阿门 而当我们藐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会沦落到多么凄惨的地步呢 遇到交通事故 甚至各种传染病 按照我们的行为想法 上帝如实一意地返还给我们 而且还会自己的孩子 祸害自己的儿女 在这时间 这凌晨时刻 如此宝贵的时间 我们是来到主面前 求主的帮助的 好多人说 我现在挺好的 没什么事 别再张狂了 谁都不能讲张狂的话 有一次在首尔复兴会的时候呢 有个信徒 在听讲道的途中 就很是张狂 然后说听不下去了 就要离开 结果出了门 在路上就遇到交通事故了 藐视上帝的话语 就是死路一条 藐视上帝的话语 是会遇到很惨 很痛苦的代价的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 上帝是让我们得福的 基伯来书六章十四节 而大家和我 我们怎么如此的玩梗 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帮助呢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的允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上帝 因我们得荣耀 阿门 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 面对上帝的话语 一切都是是的 这正是阿门了 我们呼喊阿门 是将荣耀献给上帝 呼喊阿门的时候 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上帝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医治我们疾病 赶走一切的恶魔鬼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 所以哪怕我们在这世上 只过一天 我们也要过为人的一天 和主一起生活 在主里面生活 得到主的帮助 得到我们父的帮助 好多人以为主和我父 是两个人 我父就是主 主就是我的父 我们这位天父 是永远活着的 现在也在帮助我们 所以好多人 别再叹息自己的人生 哎呦我可是孤儿出身呀 没有关系的 我们的父亲都是有局限性的 做父母的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也能过为人的生活 而往往做父母的时候 因自己 因自己的罪过 使儿女辛苦受累的情况 很多很多呀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抱怨 自己的父母 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抱怨 只得到主的帮助 靠着基督 使我们得到主的帮助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哥勒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当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否认了主就成了异端了 我们今天别再否认主 别再成了异端 我们都要做上帝的儿女 来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呼唤阿门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都做上帝的儿女 上帝很强调 为什么说否认了主 就成了异端呢 我们找一下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如果我们都不承认 自己的父亲 做儿女的 都不承认自己的父亲 那这个儿女该多不孝 如果否认主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怎么能遇见主呢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阿门 否认主就成了异端呀 因为我们的主 正是我们的父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为的是进入到基督里 遇见我们的父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 就是不愿意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不承认主就成了异端了 无论我现在处境多么的惨 比如说自己的儿女现在特别操心不听话 那么做父母的 我需要认罪悔改 正是因为我背叛了主耶稣基督 正是因为我背腻顽梗 导致儿女不孝啊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正是因为我背叛了四季段悔改 导致我的儿女不听话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找下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面对自己儿女不听话 面对儿女遇到痛苦的事情 或者很操心呢 做父母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很不爱做四季段悔改 很排射四季段悔改 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主的话 我们是得不到帮助的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就是否认了主啊 就成了异端了 而当今没有正确传的地方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也不会传呀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为什么儿女成了这么不孝的孩子 正是因为做父母的 背叛了四季段悔改 犯了背叛的罪 犯了悖逆的罪 一期结束二章三到四季五节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做父母的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背叛了基督的时候呢 就吞吃了儿女 这时候儿女很痛苦 很糟 很糟蹋 很受糟蹋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诚挚他 他仍不听从 阿们 父母怎么劝 怎么说 孩子们也不听 这孩子的父亲 是有名的学者 有名的教授 很有威望 而这孩子却不尊重父母 很不听父母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说父母的犯了悖逆罪 违背上帝的话语 背叛主耶稣基督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这时候儿女就很痛苦 儿女不听话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就是在否认了主啊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吧 我们的父正是耶和华上帝啊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为的是来遇见主 来使我们得到耶和华上帝的帮助 我们不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呢 我们和主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都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我怎么能呼喊上帝为我们的父呢 相信今天我们都醒悟了 领悟过来了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吧 靠着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遇见父 得到上帝的帮助 这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 在这世上 我们再怎么寻求帮助 好多人以为自己最疼爱自己 甚至说我父母最疼爱我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父母好赌博的话 都会出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都会出卖了自己的妻子 我们自己呢更是靠不住的 我们自己绝对靠不住 当今为什么有很多人那么的痛苦 那么的凄惨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 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我们内心都是属魔鬼的 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 我们的帮助 这帮助是什么样的帮助呢 帮助我们去天国 在这世上一切都是轰通 使我们做爱国者 为了人类的和平 能实现人类和平的帮助 这正是来自上帝的帮助 正是我们的父 来自我们父的帮助 所以我们需要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吧 在这时间 无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心愿 来到主面前 只要我们能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能得到主的帮助 只要我们能遇见帮助我们的这位主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找一下诗篇三十二篇 五到六节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悔改什么呢 悔改我们祖上所犯的罪 悔改我们自己所犯的罪 好多人说 我怎么就是得不到帮助呢 您是不是从来没有悔改过自己的罪 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祖上的罪过呢 当今好多教会 光嘴上喊着主啊主啊 而从来不认罪不悔改 也不悔改祖上的罪 也从来不承认祖上的罪过 就是自己的罪过 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我向你沉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上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希拉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翻译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心里都有罪恶 我们心里有谎言的罪恶 嘴上经常说谎 而我们真的是很不吃羞耻啊 我们从来不悔改祖上罪 也没有悔改自己的罪过 更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光嘴上喊着主啊 甚至光嘴上喊着我父啊 这多么的可憎 这多么的伪善呀 好多人说 嘴上喊着主啊 主啊 光嘴上喊着我父我父 结果喊的都是魔鬼 我们怎样才能遇见主呢 我们要悔改承认 祖上的罪过就是我的罪过 再加上我自身的罪 全向主一一承认 共认出来 明书记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过 都会流到子孙三四代身上 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 祖上所犯的罪过 全会流到子孙三四代 而我们有这样认罪悔改过吗 从来没有悔改过祖上的罪过 也没有悔改自己的罪过 我的疾病怎么能得到医治呢 只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真真切切地悔改 祖上所犯的罪和自己的罪过的话 疾病全都能得到医治 心愿全能获得实现 我们得不到帮助 是因为我的罪和祖上的罪 没有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需要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奥秘 做四阶段悔改 好多人光嘴上喊着主啊 从来不做四阶段悔改 光嘴上喊着我父啊 我父啊 而心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都是在说谎了呀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否认了主的话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的话 我们就成了否认主的人 到底什么是异端呢 如果我们不承认主就是异端了 如果我们不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我们就成了异端了 到底是谁毁了我们的国家呢 神言十三章二十一节有罪恶的地方一定会降下灾难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在生活中很为所欲为嘛 按照我们 按照我们所想的 按照我们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是一反还给我们 我们祖上所做的一切 全如是一反还到我们身上 罗马书二章六节 而上帝的话也是真理 上帝的话也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主的帮助 在这时间我们就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来遇见我们的主 这位主正是我们的父 要帮助我们 真切的真 大家得到主的帮助 得到幸福 真实的拥有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实在是感恩感谢于您 我父啊 一直以来我们虽然嘴上 呼喊您为我们的父 而我们心里一点确信都没有 从来没有真实的确信 不知道我该不该称呼我父呢 看别人在称呼我父 我们也就光模仿了一下 求我父饶恕我这一切的罪过 我们祖上所犯的一切 无悔肮脏的罪过 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向您承认 我们祖上的罪过 全降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了 我们向您告白 我们背叛了主 我们向您承认悔改 我们祖上也背叛了主 我无悔肮脏的罪过 我又背叛了四阶段悔改 又背叛了基督 而我们却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从来没有领受过平安 光嘴上喊着幸福 都成了说谎的 求主饶恕我这一切的罪过 而在这时间 主啊 你始终饶恕我们 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能在基督里重新开始 我父啊 求我父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越来越好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 使我们为身边的人 只忠孝善果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为了人类的和平 求我父使我们 多做基督的仆人 我父啊 当今世界这么多的宗教 全都是说谎的 好多人去寻找谎言的宗教 这都是在作恶呀 而从来没有醒悟 从来没有认罪 只有自继续悔改 点亮我们的心灵 真言四章十九节 面对问题 出事出问题了 也不醒悟 也不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我心里不平安 夫妻关系不和睦 我也没有醒悟过来 儿女不听话 我也没有认识到 自身的罪过来 求我父使我们 从这种灭亡的处类中 警醒过来 脱离出灭亡的处类 我父啊 您告诉我们 只有人才能做爱国者 唯独真实的人 才能实现人类的和平 享受和平 主啊 在这时间 求我父使我们 领受上帝的帮助 我父啊 现在正是要祷告的时候 首先我要拥有这幸福 首先我们要拥有这平安 在这时间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来认罪悔改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 留给我们的儿孙 使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 做爱国者 我们一起来呼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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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我父啊 我内心是多么的误会肮脏 多么的不知羞耻呢 我父啊 我真的是个灭亡的处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我父 你始终告诉我们 我们是能行的 在今天 求我父 使我们靠着上帝的奥秘 使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们来遇见帮助我们的主 使我们遇见我们的父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我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